剪、剪、起鼻一下 有点粗细撇滴纳膏 不拿起来,直接再一次 不拿起来,直接再勾直直的勾 折、折 尖尖的起鼻,绕动下来 有时候都没有拿起来,就直接转上去 有时候有拿起来,不一定 这有时候就是稍微有点变化 折的很直 点点的三角形,点的很明显 这次没拿起来,直接落鼻挤下来 稍微测一下,所以这个鼻才勾得起来 加,这个加的比顺比较特别 写的很靠近,然后这都不拿起来,继续走 再过来也不拿起来,继续走 到这边要逆上去,再回来 这边有一个带过来的动作 所以证明它的比顺大概这样 它常常有时候稍微抖动一下 抖基本上抖得比较自然一点 不要抖得像锯齿状,这样就很怪 抖最好是毛笔自然的抖动 而不是人去把它弄出锯齿的样子 这都没有拿起来,直接抖过来 加 盾,盾居,陶衣,隐居 盾,这都锋利,锋芒必落 盾格讲起来,它虽然是中锋主义者 可是它的用笔还是蛮自然的 少做做 挺就挺,它也不会把它涂得很干净 弄得很多写字,其实都在画画画画 把它画得很漂亮 这应该算是写的 不要去画 它都写得很干净俐落 基本动作非常的好 书法的难度就在于它要一气合成 没有像画画可以补来补去,补来补去 反正看不出来,书法一补就死了 很多人其实习惯都不太好 都喜欢说写不好,没关系嘛 反正待会再补一下 其实在我们看来,看起来都怪怪的 真是整体重,所以稍微重压一点 練书法的时候要有一个决心 一次写好 所以我没办法一次写好 那你就第二次把它写好 一次就写好 那如果第二次还是没办法一次写好 那你就第三次一次写好 但是很多人的概念不是这样 很多人在写字都说 反正我写不好就等待会补 那你一辈子就补了 要补到七老八十还是再补 念也是属于重字 所以要重案 重案的时候 其实就是测缝会比较多 不要去把一个中锋 当成写字的唯一标准 艺术就是很多标准做出来的 绝对不是只有一个标准 这样会限制艺术的发展 灯灯就写着轻盈而气派 皮也就脏得很开 然后动作又很轻盈 这里稍重 这里稍重 拉得很开 所以看起来很气派 然后中间的话气派完以后 中间就记得要把它收紧 气派只能一边一个来表现 每个都要拉得很开 这样就不气派 这里拉开拉开 这里缩紧 这里缩得更紧 这样才会好看